亚洲明星邀请赛冠军争对战开始了 一批小孩 二批是大表哥 这场比赛谁赢了 谁是冠军了 小孩首发七加射 大表哥首发是珍妮特 比赛已经开始 咱们现在来看这场对局吧 今天的对局来自于小孩 七加射对战大表哥的政策 大表哥现在是败着度冠军 小孩是胜着度冠军 想要赢下冠军的话 小孩只要赢一个强单就可以了 大表哥要赢两个强单才能到冠军 所以说这个比赛的冠军 应该说是小孩问题不大了 小孩首发是七加射 小孩首发是七加射 五十百万 这里的话小儿的库拉又被对象四起翻盘嘛 我们感觉有点悬 摸掉了 摸掉了 小儿这边是四起库拉 哎呦 而且大点太低了 大表哥留着这个资源 没敢能用啊 哦 完了 小孩又从他上路了 哎 他不连啊 他流着气 哎 大表哥这个圣龙好任性啊 我们里面他第一把这些黑招 顶点超杀来了 虽然说打不死 但是大表哥的血量被打掉了 六哥 啊 表哥现在就是鱼个地儿了 拼吧 没有别的办法 哎 跳蹄打康 双双龙带一去啊 哎 想抬没抬着 哎呀 这个还是中了 这个圣龙起身堵的 完全不具体防条压啊 他这用来起身堵圣龙是相当好使的 哎 这个圣龙打倒了 打倒了 够不着啊 下半三清腿带中有 塔津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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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给我擦身而过 你干嘛给我擦身而过 两气带了一个顶点 小孩被动成了冰棍 但是这里代表哥明又资源了下一笔 有没有机会 小孩这里用了一个暴气脸 顶点来了追加 拿到了费点 大表哥还他一个顶点 你敢推我我也推你 来走起 今天晚上小孩想赢大表哥拿冠军 赢一个抢单就行了 那么大表哥 要赢两个抢犯啊 还可以 抖起 套班猜一下这把是能赢 在场队局来最小 小孩的冠军 跟大表哥冠军争的战 大表哥是败的冠军 哎 这个下重拳一打倒 而且没有打到大家预期那种强度 打到个又是一套 确反联 怎么拿起身呢 要偷下盘吗 小条重拳 小条重拳 鬼神偷下青腿 还是不行太慢了 小孩也莫奖成功了 这套莫奖进版边 不能再加热 来走起 哎哟 小孩这个任性的龙点踢 被这方抓到一个下盘的落定值 一转两个 再上线了碰一下就没了 小孩赢了 耳鼻 这个下重拳这么远 他需要熟人啊 熟人 我再用家打背 好了 咱们现在的勘扰队局 来对小孩对战大表哥 继续来 小孩对战大表哥的 珍妮特大表哥上来 就跟小孩打到了一个 耳鼻 现在啊 现在是小孩在连局 来对小孩继续对战大表哥的中间 买枪 看小孩比赛 应该也了解这场比赛 应该说没有太大问题了 应该说 今天晚上冠军是小孩99.99%的 他的代表现在啊 感觉脑子都是二级管 非黑即白那种知道吧 库拉应该说没有没有可能了 现在是二赛点他现在分个气啊 距离冠军就差这一灯了 来了 赢了赢了赢了五个气 用点点超比杀终结大表哥啊 大表哥还有机会 但是理论上 存在于理论上了大表哥 还有三颗气啊 这三个气全部打出去小孩也 死不掉 我们现在来看上对军来对小孩对战大表哥 本人打几秒钟 小孩变烦了 记得关注再走哦